哈喽大家好 要怎么样有好的音色呢 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你要先懂得听 你可以先选出哪几位演奏家的音色 是你理想的音色状态 先选出来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的配备 那依据呢我们第一个步骤所选出的音色 你可以参考这些演奏家 他们所使用的吹嘴 竹片 竖圈 乐器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声音的共鸣 你可以按照他们的配备 然后去为自己的配备做挑选 第三个最重要的呢 就是你的嘴型和口腔 因为我们的气从废出来 送到乐器之前呢 第一个通道其实就是我们的口腔 所以我们的口腔 以及我们嘴巴的形状怎么样 会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声音共鸣好不好 也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音色 所以呢口腔的练习 还有嘴型的正确 对于音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音色的音色